这就是我的孙子 孙的 男的 这个是我的女儿 他的妈妈 然后这个是小猴 那是外孙是不是 对 这个是小猴 几几年属猴的 84 84年属猴的 2004 2004 对对 讲错了 吓我一跳 2004 差得太远了 四年属后的 他完全被个鬼控制住了 杀业 家里有没有人杀过大的动物 大的动物 有没有杀过 老公杀过没有 或者人家为他杀的 可能是他的家娘 他的岳母 只要是家族里边的 杀猪啊 杀个牛啊 都算 杀那个好像 币欧 币欧是什么啦 啊 鸭子啊 对 鸭子鸭子 啊 乌龟 好像叫乌龟 甲鱼啊 甲鱼 我看看啊 除非很大的 一般不会这样 哎呦 我看看是什么动物啊 哎呀 我的妈呀 真的杀了个大甲鱼哦 大甲鱼 大的 哎呦 你看这个头啊 手啊 脚啊 你看 看了吧 看了吧 看见了吗 看见了吗 手就这样了 看见了吗 爪子啊 爪子 给他念小房子吧 先念108张 108张 然后再不停地念 大概要念到1300张 他才会好一点 但是这个孩子 脑子会清楚 就是身上不能动 好 已经被灵性控制住了 但是念到之后 可能要动个手术 因为脑子很清楚之后 灵性走掉了 那么他脑子会很清楚 然后呢 身体上要动个手术 之后 帮他骨头啊 身体啊 拉直 慢慢的 他才能站起来 否则他一辈子就这样了 好 听得懂吗 其实他现在 脑子很清楚的 你明白吗 还要给他放声 要放声 要多少 放甲鱼要放 放甲鱼 嗯 我看要放几个 我的妈呀 要放60个 60个 大甲鱼 大的小的都可以 好 好吗 他没什么大问题 脑子会很清楚 要放鱼吗 放 多少条 5000条 5000条 还有 他家里也有甲鱼 家里啊 他家里的风水上 也有甲鱼 家里的风水啊 也不好 他一回到家里 就很不开心啊 嗯 对对对 师父 他比较喜欢 出去玩 回到家里 就想吵架 对 很麻烦 家里要念小房子 27章 好吧 功课要念几遍 师父 功课们就心经大悲咒 礼佛呀 还要念姐姐咒 姐姐咒大概要念49遍 一天 49遍 嗯 好吗 好 师父 其他没什么 骨头稍微有点歪 两个脚的骨头啊 对 有短 一个长一个短的 一个长一个短 嗯 鼓掌 鼓掌 好了 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